中华民族以农立国 尤其是世纪如春的台湾 出产各种优良的农产品 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 农业受到很大的挑战 目前担任农权无毒农产品推展协会李市长的新农权 2015年在屏东潮州设立新农权农产企业社 希望结合地方人士的力量 以有机酵素代替肥料 培养出活力胚芽玄米跟无独的三宝名茶 我这个第一特色就是无毒 好喝不过有泡水可以泡15泡 我的米可以说 目前来说可以说全世界第一好的米 为何要这样说呢 因为它可以说总归意志 就是无毒有生命会说话的公围的胚芽玄米 出生在屏东万丹 积极又有活力的新农权说 它对台湾农业相当投入 为了提高台湾农业水准 促进地方产业发展 它研发了龙堡植物酵素 以无独耕种的方式 在三宝西跟阿里山 再培出甘甜味美的三宝名茶 还有营养丰富的胚芽玄米 许多农民都说 龙堡酵素便宜又有效 种什么都好 为了帮助农民 新农权跑遍了各地的果园 茶园 菜园跟稻田 不仅关心农作物生长的问题 也提供许多先进的栽培 跟防治病虫害技术 希望跟广大的农民一起成长 提供便宜好吃又大碗的 优质农产品给消费者 为台湾农业打造更好的未来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屏东报导 好